台灣的文化工作者到中國被迫政治表態 這不是第一次 也應該不會是最後一次 那每一次台灣的文化工作者 在他人的屋檐下承受壓力 我都感到非常的不捨 但是我也請國人能夠了解 在別人的屋檐下 我們的文化工作者講什麼內容 固然是一回事 但更重要的是 他們內心想的是什麼 我們應該給予諒解 給予體諒 我們也會繼續努力 守護國家 讓台灣繼續進步 讓文化工作者能夠有更好的發展 那針對好中文的軍演 那邱方總統有的關注 有些內容 提到說 總統拜登會來吸出台灣的防衛 你會不會覺得說整個局勢是一個總身長的 身體會非常緊張的 是 我非常感謝美國總統拜登 美國的政府國會 還有世界各國對台海和平穩定堅定的支持 我在520就職演說當中也提到 台海的和平穩定是全球安全繁榮的必要元素 任何一個國家在台海深波影響區域的穩定 都不會為國際社會所接受 所以我也呼籲中國來跟台灣 共同承擔起區域穩定的重責大任 我非常期待 跟中國透過交流合作 增進彼此的了解 理解諒解和解 創造互利互惠 邁向和平共同的立場 台灣的民主得來不易 是許許多多人犧牲奉獻的結果 代表民主象徵的國會 更應該站在第一線 守護民主 在意識上應該要尊重程序正義 不可違法表決 更要守護民眾的權益 另外在整個修法的過程中 來自全國各地 自動自發公民團體 理性發聲 清廉展現力量 這個也是台灣民主的價值 身為總統 有責任 肯定在立法院每一個遵守議事程序的委員 也有責任 感謝每一個國人 勇敢的站出來守護民主的每一個人 我非常希望國內能夠團結 特別是面對局勢 區域局勢的變化 也面對國際社會對台灣支持的時候 然後 國人更應該要團結 也只有團結 我們才能夠克服總統的困難 一直挺進 謝謝大家 台灣的文化工作者 到中國被迫政治表態 這不是第一次 也應該不會是最後一次 那每一次 台灣的文化工作者 在他人的屋簷下承受壓力 我都感到非常的不捨 但是我也請國人能夠了解 在別人的屋簷下 我們的文化工作者 講什麼內容固然是一回事 但更重要的是 他們內心想的是什麼 我們應該給予諒解 給予體諒 我們也會繼續努力 守護國家 讓台灣繼續進步 讓文化工作者 能夠有更好的發展 謝謝大家 謝謝 請